通常我们对厨师的印象就是在厨房当中工作的时候是全程站着的 可是奥地利却有这一位空降主厨 你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他们不只是做着料理 而且很像悬吊在半空中一样 有个滑轨可以滑行 原来这位主厨的名字叫做拉莫 八年前他出了一场车祸导致不良于行 医生告诉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正常走路了 原本他以为他可能要放弃自己最爱的厨师工作 没想到他的天才好朋友替他量身定做了这个悬吊系统 让他重返料理台 现在两个人还想要携手 把这样一套辅具定做给更多需要的人 厨房里主厨说了算 但拉莫一边长出一边旋转起舞 还大方让镜头捕捉自己身影 其实是因为这台让人偏然起舞的悬吊神器 帮他从车祸重伤重新站起 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 让拉莫的职业生涯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六年来他咬牙接受过多次手术和治疗 却被医生告知永远无法重回职场 心灰意冷的他向好友蒂奇素苦 作为登山好手也热爱焊接金属的蒂奇 决定为拉莫量身打造一款能辅助他的装置 这一部机器是有多技术的炭 这部机器有多技术的功能 用不可用的功能 用来说 我们有一个继续墙建设 这项设计让Lamo重返职场 使用同时还可以如同做附件一样 训练背部和核心肌群 为了帮助有同样需求的人 两人共同创立公司 并获得奥地利劳工部和卫生部的支持 但两人坚持不出售专利 希望维持平时价格 加回更多人 大新闻 廖外编译